好啊 那面紅耳師是什麼 你變成要解釋一下 不知道什麼面紅耳師是什麼 真理是越辯越明 這個時間很難瞧 但是經過兩小時的長時間商討之後 我們決定 10月21號高雄見 好 各位 這是我的弟兄 也是我的兄弟 庭全牧師 是的 今天呢 他呢 很認真的 很嚴肅的 來問我說 Paul 你給我講清楚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火魔鳥那個謊彈 是怎麼回事 他是講謊彈啦 但是因為我 台灣口語不好 我說謊彈啦 然後呢 你的 到底 你相不相信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啦 我沒有這樣說啦 我說你的立場是什麼 這是你的立場 好 好 那這個我的立場呢 就是說呢 耶穌就是 紅母牛 所預表的 然後他也應驗了 這一個紅母牛真正的含義 他也成就 因為妥拉裡面一點的話 紅母牛本來就 妥拉裡面的 好 紅母牛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 之一 是 無辜人的血 是要是要靠紅母牛的灰跟火水一起才能夠洗去無辜人的血 當初 當初彼拉多啊 在猶太人面前洗手的時候 說 留著無辜人的血 歸你跟你們後代的子孫的時候 就 抱歉 重講 他說 留著無辜人的血 不在我手上 有沒有 所以關句話說 彼拉多是內行人 他內行人 對 外行人看熱鬧 他是內行人 他知道門道 對 為什麼他要在眾人面前洗手呢 你以為是什麼 為了衛生的關係 那時候有病毒 冠狀病毒他要洗手嗎 不是的 是 他就是 因為就約裡面 有規定 妥拉裡面有規定 本城的長老裡面 你如果發現在你城中 有人被謀殺了 OK 有無辜人的血流下來了 可是你又找不到兇手的時候 你必須去找那個 Hiefer 牧牛 OK 當然是沒有講到 Red這個字 OK 但是我想大概也是 大概是紅色的 然後呢 把他景象打斷 然後呢 就要在眾人 在耶和華面前洗手 說 那這流無辜人的血 不在 我們當中的 除這樣子 就可以除去 Clean up the guilt of innocent blood 所以 彼拉多做這一個動作 他是懂的 OK 但是呢 這個 那個 祭司長老 文士們 那些把他 要把他釘石架子 所以他們回應就說好 那這個 留無辜人的血 歸到我們跟我們後代子孫身上 那這一個無辜人的血 在神的眼中啊 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啊 不只是人去流 人的無辜人的血 他必追討以外 連田裡的野獸 如果他不是因為肚子餓 的關係呢 他為了食物的關係呢 他去傷了人了 去把這個人傷害了 如果不是這個原因的話 他只是凶性大發 他是去傷了這個人的話 把這個人弄死了 連這個野獸 田野中野獸 留無辜人的血 耶華神還要追討到底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神對無辜人的血 How serious 是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 神恨惡留無辜人的血 是 神恨惡留無辜人的血 那麼 所以呢 我個人認為啦 照幾個這樣子的經文串起來啊 就是呢 這個一直要到 到最後終於接受 耶穌是彌撒亞 也看到眼睛也被 那個面紗也除掉 看得清楚了說 這個 耶穌呢就是 那個 他已經應驗了 這個紅母牛的功效了 他已經成就了這個紅母牛的 預言的含義了 那麼這個紅母牛呢 去除掉他們無辜人的血 尤其這不是只有平常的 普通的無辜人血 這是 上帝的兒子 的血 這個流這個無辜人的血呢 的功效才被發揮出來 然後呢 就被除掉了 這個是 這是我個人對於這個整個紅母牛的 看法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認為啊 當Paul長老在這個 翻譯這個紅母牛的短篇的時候 我們 是真的看見 我覺得在真理裡面 弟兄姐妹就是應該這樣子 不要胡思亂想 有問題提出來問 直接問 直接問直接答 對 對我們 我跟我們同工友就是也會常常不見的每一個問題都回答啦 但是真的問的是很清晰的 很有意義的 question 我們都是很清楚的回答 有時候我半夜 沒有還看到 我已經很累 我也講說這個問題我要好好回答 我就把它回答了 是 OK 我覺得這在組裡面才是健康的 對 那你不要自己裡面悶在肚子裡面 嗯嗯 不然我也看不到 看不到你的肚子裡面什麼東東 對不對 然後呢 我也沒辦法回答你 我也沒辦法去想像說 你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去根據我自己去想像出來的 你有可能的問題 我去做一個回答 這樣我可能 那太累了 久了我可能要進瘋人院啦 對對對 對不對 I'm crazy doing this 所以 所以我們就很直接 在組裡面 很simple 嗯 很直接 很健康的 對 就是搬到檯面上直接問 對 而且今天的這個交談的當中 我也更看見這個 學長老真的是對神的話 有很深的血腥 可以認識 那在這個過程的當中呢 如何把舊約跟新約 主耶穌記錄整個串連起來 這個是很關鍵很重要的 我相信這個對華人的弟兄姐妹 很多其實也是 我相信也有英文的 所以說其實這真的是對 信主的弟兄姐妹們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特別是我們都很知道 基督再來的日子 靈人 這些訊息 這些資料 這些都很重要 而且另外一個 我學到很關鍵的一點 我們都要自己讀 自己學 沒有人能夠幫你 學長老花很多的時間 學習神的話語 這個 所以他今天能夠有這麼多 讀到的看見 那不是隨便拿來的 乃是花時間付代價 所以要鼓勵每位弟兄姐妹 不要只是聽一聽 去讀聖經 神會啟示給他 他也會啟示給你 Amen Amen 那我們就宣佈一下 那個吧 另外錄 我覺得這個 對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 那個是那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蠻關鍵的 讓人家有一個機會來認識你 這不是關鍵黃霧美 還有其他很多的事情 對不對 好不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我們就來錄這一個 祝福